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宝宝什么时候该借包巾 如何无痛的借包巾 宝宝因为有惊跳反射 容易被自己吓到 而且他们刚刚离开妈妈 温暖舒服的子宫 所以我们利用包包巾来制造安全感 来安抚宝宝 让他们能够放松睡觉 但是不可以一直长期的包包巾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宝宝什么时候该借包巾 那怎么样借 才能够慢慢的借 然后不要过度影响宝宝睡眠 究竟宝宝什么时候要借包巾呢 那么我们就要先了解 宝宝为什么一出生需要包包巾 那这个在如何正确的 帮宝宝包包巾的影片里面 曾经讨论过 主要是因为新生儿有惊跳反射 他们睡一睡容易把自己吓醒 那当时在影片里面我们也说过 当宝宝会翻身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再包包巾了 当然有一些宝宝他可能很早 比如说两个月左右 他开始就会翻身了 所以美国耳科学会 AAP的建议是宝宝满两个月 就要开始借包巾了 那家长其实应该依照 每个孩子的状况决定 如果你有疑虑的话 建议你跟你的耳科医生讨论 好 如果你决定开始借包巾了 什么时间点来借包巾是最好的呢 你可以选择下面 六个时间点来借包巾 第一 从宝宝出生就不要包包巾 如果宝宝一出生 你并没有让宝宝包包巾的习惯 那将来也就没有借包巾的问题 OK 好 第二 当宝宝不容易被自己的反射动作下行的时候 或者他的反射动作渐渐消失的时候 一般大约是两到三个月开始 宝宝的惊跳反射就会慢慢的减少 最终消失 你不用等到反射动作完全消失时候 才借包巾 你只要等到宝宝不会被自己惊吓反射 下行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借了 好 第三 当宝宝开始讨厌被束缚的时候 他会用力的奋力的挣脱包巾的时候 有一些宝宝他特别讨厌被束缚 每一次你只要包包巾他就